我们为什么或者说我们如何来看待清朝这一段历史 清朝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为什么要选这个主题是因为 其实我们在播的时候 会看到很多的观众来给我们提问 就是说清史会跟其他时代的历史有什么不同 然后清朝的历史 我喜欢这段历史 或者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一段历史 所以这是我今天也想总结一下吧 我这几年学习历史的感受 我们为什么今天要了解清代的历史 我想先从一个清朝最主要的特性来开始讲起 那就是它的时代性 清朝的历史有很多特点 我以前在给观众的留言里面也曾经说过 比如说它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达到了最高点的这样的一个王朝 它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财政收入 就是GDP达到了最高的一个王朝 它是中央集权达到最高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王朝 它是中国历史上拥有了最后一个盛世的这样的一个王朝 因为清朝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封建王朝或者是帝国的时代了 所以它是离开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朝代 就这个禁字其实就使得清史跟其他朝代的历史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它离开我们很近 今年是2022年 是吧 清朝是哪年灭亡的 大家可以这个打一下 我之前也经常会问我的朋友或者说一些历史爱好者们这个问题 就是清朝哪年灭亡 大家会说1911年辛亥革命 对我看弹幕里头还有观众朋友打1912年 也没错 1912年清帝训味 所以到现在来讲 清朝灭亡也就是100多年 110年而已 但是随着这个人的这个年龄的增长 我们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其实就是在11年前2011年的时候史学界就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 当时就是庆祝这个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 但是当时我们清水研究所没有太多的这个搞这种大的活动 是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好像大家就觉得辛亥革命归属到民国时的范畴 然后到2012年的时候 我们就这个类似于清帝训味100周年 我们也来搞一个仪式 因为这个可以属于到我们清史的范畴里面来讲 所以他离开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就是世纪的时间而已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说 我们考察一个时代最佳的时间点 不是在这个时代期间 因为在期间的时候你反而看不清楚 而且有很多东西是你在当时的时候也不便于去讲的 那也不是在这个时代刚刚结束的时候 因为当你离开它特别近 其实你有很多东西也看不清楚 因为很多历史事件 它对整个时代或者历史产生的影响 它不是在短时期之内能够显示出来的 所以曾经有学者提出 就是说我们考察一段历史的最佳时间 就是在这段历史过去100年之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十几年前 咱们国家就是给了我们立了这么一个很大的 建国以来最大的这个文科类的项目 就是清史转修 二十多年前当我在上博士的时候 我去中国第一历史答案馆 在故宫的西华门里面 我们还是看原始的答案材料 就是提一个答案包出来 就是清朝的比方说你看刑部的答案 还是你看户部的答案 你都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看那些答案的原件 然后把线绳打开 然后把纸包打开 都是一包一包的 但是你在翻的过程当中 有些件就碎了 就碎在我手里了 可能碎的是一些边缘 但是罪恶感也很强 所以就是到了一个 我们一方面是需要可以客观的探讨 当时的历史时代 第二就是这些纸质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开始大规模的去抢救 和整理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也是我们国家 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 能够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 然后去那个看清史 这是我想说的时代的时代问题 就是在一个世纪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很客观的 然后来去探讨 其次因为它离我们比较近 所以它留给我们的材料太多了 特别多 多到什么程度呢 一会儿我们也会讲这个 就是如果我们是学秦汉史的话 一个学者避其一生 是可以把所有的史料都看完的 很多学者可能早就看完了所有的史料 然后就等着有没有考古新的发掘 然后这样出来才能够有新的观点 或者新的东西可以去做研究 但是对于清朝来讲 那我留下来的东西太多了 就我刚才提到的故宫 那里西华门里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就藏了在当时中央衙门 两百多年的档案在里面 然后还有很多地方的档案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每个人可能只是研究 其中很细小很窄小的一部分 你不可能把清代所有的史料都看完 这也是清史最有魅力的一点 所以这里面其实也还牵扯出来一个问题的 就是留下来的史料 并不仅仅是官方所记载的这样的材料 很多其他方面的材料也记载下来了 就是比方说石鹿当中 或者皇帝或者是朝廷 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之外 很多官员还记载下来他们的笔记 或者是日记 然后很多百姓甚至口碑史料都留下来了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报纸上说 我们今天还采访到了清宫的最后一个老太监 然后他在诉说着他当年怎样入宫的这样的一个血泪史 这样的材料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说 可以通过这件事情回答大家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清朝的这个迷案为什么那么多 这也是我的学生会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老师 既然清朝的材料那么多 你说秦汉的材料很少 那为什么清朝反而有很多东西搞不清楚 我们在以往的视频当中 其实已经给大家多多少少都已经把那个 清初的这个四大迷案都讲的差不多了 是吧 太后下没下架也是迷 顺之初没出家也是迷 雍正皇帝到底是继位的还是篡位的 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 乾隆的生母到底是谁 我们也没搞清楚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史料太多 就是不仅官方正史留下来了 民间的笔记也留下来了 甚至连这些口碑材料也留下来了 就是如果秦汉来讲 只要是在正史中把这个事情抹杀了 那后事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清朝不一样 这些东西都有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光绪之死的这个迷案里面 有人说光绪是病死的 有人认为光绪是慈禧 在临终之前把他给毒死的 其实前些年 我们所和这个公安部 还专门一起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把当年那个光绪的这个林寝 刨开以后留下来的一些头发和衣服 进行了非常科学的现代化的 以毫米为单位的一些解剖 但实际上后来大家也没有得出了一个 特别令人信服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比方说像这个齐公先生 他曾经讲过说 他的祖父在上朝的时候 就曾经看到就是一个小太监出来 手里端这个东西 然后就问说这是什么 小太监说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一碗塔 塔了就是清朝的一个 就是满人喜欢吃的夏天吃的 类似于我们今天酸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第二天呢 就传来了光绪去世的这个消息 所以就是从这种口碑相传 史料记载来讲的话 他们家的人肯定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就是不是说正式怎么记载 大家就怎么看的 这是来做一个这个补充 这是清代在时代性上给我们的一个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史料太多 所以反而你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对的 或者哪个是这个不对的 这是这个我想说的 清朝的时代性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他离得我们最近 他跟我们今天的关系也最大 那他可能能给我们提供的借鉴也最多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的就是清朝的也是时代性 它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这个王朝跟别的朝代都不一样 就是他碰到了别的朝代都没有碰到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 其实所谓这种国家重大的一个危机 充其量只是说遇到了革命 或者是战争 或者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入侵 如以变换为例吧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 基本上所有的变换都是来自于三北地区 就是正北西北和东北 基本上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 然后侵扰中原 然后双方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当然在冲突比较淡的时候 可能就是以融合色调为基础的 那到清代的时候 其实清代自己就是北方少数民族 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跟前朝的可比性 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康熙的时候 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禽匹了 然后寻承御史就问康熙说 要不要修缮一下这个长城 就是长城的城墙 然后康熙就说长城是用来干嘛的 是用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 那现在这个北方小数民族蒙古族 这个都是我们的满猛联姻嘛 是我们的亲家我们的亲人 这个没有任何需要的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长城就不必再修缮了 这句话现在看起来的话 好像有一点 怎么连一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没有 但是在当时其实放到那个客观条件之下的话 大家就会想到 康熙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又带着多么大的这个豪情壮志 我现在整个北方都觉得固若金堂 特别是他在把嘎尔丹 也打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就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就不要修长城了 这个是带着多大的气势去才这样讲的 长城 长城是个梦 是空的 是个无用之物 顶多是个百事 朕要以王道治天下 你们记着 从今天起 听见所有的城墙官案 并招之后世 凡大清国君 当持王道 取民心 练兵马 永不住长城 所以这个边疆民族问题 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 但是到了清代后期的话 却碰到了这个西方的 这个列强的入侵问题 在当时 其实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在 在乾隆的时候 也就是在所谓的这个盛世的时候 英国就曾经派了一个马格尔尼使团来华 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 然后跟中国进行贸易 但是乾隆以一个 就是天朝上国的这个天下共主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接待马格尔尼使团 也拒绝去了解当时世界大事是怎样的 外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在当时等到外边的大事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在中国还沉浸在自己天朝上国的这样的一个美梦当中 那等到鸦片战争 就是大家后来比较熟悉的 尽管英国只派来了简单的几艘军舰 但是大清的水师却无法置身 这个在当时 这个等于是18世纪没有搞好的问题 全部留给了19世纪 所以在当时像李鸿章等人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说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就是变读恐梦之书 就是把整个中国的历史都翻出来 我们总结总结经验教训 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 我们都来梳理一遍 也找不到可以解决今天这个问题的办法 于是只好那就失忆长寂以至宜吧 就去学习西方来去进行变革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老大帝国而言 这样的变革谈何容易啊 我的一个前辈曾经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其实当时摆在清朝面前的这个处境很尴尬 就是如果不变的话 那就只能等死 如果变革的话 其实在当时 就是自然这些卫星派要求的是去进行立宪 或者去进行更前一步的这样的一个革命 那就等于清代的皇室要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 那变革就等于找死 所以这二者之间只能选一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 他们遇到了之前所有朝代都没有遇到的大问题 即便最后向中国方把太平天国起义 这个中国历史上可以说规模最大的这个农民起义都给镇压下去了 但是他们还是解决不了内在的很多的这个其他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到后来影响了中国将近多半个世纪之久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这也是清朝跟其他朝代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点 其实我是想通过清朝的这个时代性 然后来做一个切入点 来给大家讲一讲清代的特点在哪里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 它跟我们今天的关系是什么 它跟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清代留给我们那么多的材料太多了 曾经有一个那个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学者告诉我说 光慈禧拍照的照片的胶卷 至今为止没冲洗出来的还有好几箱子呢 所以啊就是留给我们的材料既有图像的 甚至是这种摄影图像的 还有文字的还有口碑的 还有各种方面的 还有满文的有蒙文的有汉文的 有不同文字的 有这么多的东西 供我们去研究 当然并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要喜欢清史 但是我投入到这一边 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啊 这是它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有广阔的这个研究空间和研究领域 就是我们在视频下面的那个评论区里 有好多的网友在问 就是说这个国家清史转修工程 到底转修的怎么样了 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编辑阶段 毕竟它的步头之大 是之前所没有的 每个学者负责了一部分 最后总的即使就是要把语言风格通顺一遍 这都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 更谎论还要核对好每一个史料 其实我们所的这个多数的学者都或多或少的都参加了这个工程里面 我们也都期待这个书能早日的这个问世 这个也是戴老师一生的使命 也是我们所的这样一个使命在里面 白玉汤要吃人了 我也说老师研究清史会有情感在里面 如果从理智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研究历史应该是客观的 应该是不大有个人情感在里面的 但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的认知 把自己的人生经历 把自己的对社会的看法融合在自己的历史研究当中 或多或少都会这样 比如我个人我觉得这个我特别愿意一个历史上的女性来发一点声音 其实清代不仅是宫廷女性 是一个无声的群体 还有很多的七层女性呢更是无声的群体 因为她们本身连字都是没有花红圈 也没有表达的能力 但是清代呢还有跟明代不同 明代如果女性比较有特点的是明记文化的话 那清代的母性比较突出的则是才女文化 清代是女性出版物 就是女性自己想的东西被出版的最多的一个长来 曾经有学者总结说 清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贵秀文化 是因为男人太卷了 如果你在明代的时候 你拿到一个举人这样的一个公民 在很大传统上就能做官了 大家都夺够犯进中举对吧 那是一个明朝的故事 但是到清朝的时候 怎么着也得有个进士 或者是有娶纳之类 或者这样的一个官职才行 所以当那个世大夫家庭已经卷到 就是男孩子有文化拿公民 都不算什么了 就是只有你家连女孩子都能 能就是识文杂字 就是写诗作故 这个才算得上你们家是一个诗书之家 大家看《火龙梦》的时候 肯定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这也是清朝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专题当中 在那个吸收子情之前 其实我是 去看一下